美国司法部申请充公和一马公司有关的资产 让一马公司的课题再次成为焦点 外界不断揣测在美国司法部的控撞中 多次被提到的大马一号官员到底是谁 首相拿多斯里纳基在接受印尼电视台访问时 再度撇清自己和一马公司的案件有关 他更形容一马公司的风波在有心人士的操弄下 已经从一个商业课题演变成政治课题 这些事业课题是一种政治课题 以来的事业课题 有些事业课题是什么 如果有什么随着的 如果有什么随着的事业课题 不合适的事业课题 就让这些事业课题是一种事业课题 而是在理解的事业课题的事业课题 司法部在控罩中有点名五个人 但是他本身 我国政府以及一马公司 都没有直接涉及这起诉讼案件 他还说 我国政府已经成立国会公帐会 由朝野议员对一马公司课题 展开调查 此外反贪退 警方和国家银行也都进行各自的调查 那吉说这些调查行动领先其他国家 但是却成为政敌攻击的目标 他对此感到相当遗憾 请不吝点赞订阅